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李教授、周教授 還有各位我們開放課程的夥伴們 今天奉命來跟各位討論開放課程裡面 所牽涉到的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則 我個人在智慧財產權這個領域裡面 工作二十幾年 工作教學研究 目前自己也做了一個開放課程 我在十幾年以前做了著作權筆記這樣一個網站 把自己的教學研究跟觀察心得放到上面去 為什麼叫著作權筆記呢? 我每次都跟同學說 我說哪一個老師幫同學們 把筆記都做好了 對不對 所以上我的課大家可以不用做筆記 因為筆記都在網路上面了 那傳統的課程 在學校、教室裡面 我們看到它是一種面對面的教學 它是一種稍縱即逝 如果你沒有立刻做筆記的時候 老師講完了也就沒有了 那教室呢 再厲害 就是一個大講堂吧 百人應該已經到極限了 通常如果超過百人的時候 它不是課堂 它是一個演講 它不是 因為它很難互動 那可是開放性課程以後 我們看到了開放性課程是在線上傳輸 所以沒有地點的限制 剛才李教授特別去觀察說 我們的開放性課程 其實全世界很多的人都在看 那它可以跨國選課 真的是達到萬人專動 對不對 因為人數沒有限制 它不需要到現場來 而且它時間是沒有限制的 它把它放到網路上面去 只要它不拿下來 我們就可以隨時的上來看 所以它不會上完課就下課了 就沒有了 不會 而且它的範圍非常的廣 那因為它的範圍非常的廣 它放在上面的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希望能夠吸收新知識的人 隨時可以透過網路去找你所想要的 所以隨時而且隨地 而且主題由使用者段這邊來決定 那雖然我們的開放性課程 我們強調的是非盈利 但是其實盈利或非盈利 只是要錢不要錢而已 本質上它都是一個透過網路 把原來在課堂上面的東西 把它非常有系統的 把它放到網路上面 讓大家來接觸 它可以是一個產業 它可以是一個產業 而我們看到了 原來這些也許認為 大概就是500人最多1000人吧 弄到最後是16萬人修一門課 那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它已經可以成為一個產業 它已經可以成為產業 因此 誠如剛才李教授所談到的 開放性課程 它會放在什麼地方呢 它會放在是終身學習 每一個人離開學校以後 我們對於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 我們都充滿了好奇 我們覺得自己的學習是不夠的 事實上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我的學習呢 在學校也不怎麼用功 真正學習都是離開學校以後 因為要找工作 因為你要想一想你未來 所以你就開始很認真的 把學校裡面的東西 再把它拿出來了 不是為了學分 不是為了畢業證書 因為我們已經有學分 我們已經畢業了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不足 在你的工作的過程當中 你在學校所學的 不一定跟你的工作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我們需要在職學習 不管是你的老闆希望你這樣子做 還是我們自己覺得 為了要讓我們的工作做起來 能夠更順手 所以我們會去做在職的教育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自我學習 沒有特別的為什麼 只是我想了解 我想去買股票 所以我想要了解這個股票市場 一些金融上面的 我想要去旅遊 所以也許我需要對於當地 要有一些了解 甚至於旅遊也是一門學問 是不是要準備什麼 要避免什麼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採購 等等自我學習 這些都可以透過開放式課程來獲得 那開放性課程就涉及到著作權的議題 那我們在這一次 在各位的資料袋裡面 我們做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開放式課程的 著作合理使用指導原則 一個是合理使用的問答集 那這些呢都是在李教授所 這個率領的這些團隊呢 責成我 這個來把這件事情把它做起來 那我們也 由我們交大科法所 這個榮光跟玉堂呢 兩位他們也在現場 那我們大家很努力的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去思考 然後去把這兩本書把它做起來 那所以我今天的報告會 大致上集中在這幾個議題上面 那對開放性課程來說 我們會有創作 我們會用到別人的創作 因此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些東西呢在法律上面 到底它的著作權的狀態會是什麼 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的非常清楚 著作人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著作人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你不需要登記 不需要註冊 甚至於你不需要發行 你不需要做著作權的標示 你都可以享有著作權 著作完成立刻就享有著作權 這意思是說 當你完成一個開放性課程的時候 著作人呢就享有著作權 它也意味著說 在你的開放課程當中 如果你要用別人的作品 別人呢在著作完成時 他也享有著作權 所以我們要很確認的知道 著作人呢在著作完成的時候 享有著作權 著作權法保護什麼呢 著作權法規定的很複雜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呢 就是著作權法保護表達 不及於表達所隱含的概念 這個在著作權法第十條裡面 它做了這樣一個文字 說依本法取得的著作權呢 其保護緊急於該著作的表達 而不急於其所表達的思想程序製程 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這條文對各位來說太辛苦了 是不是 我們又不是法律系 跟我講這個幹什麼呢 能不能用淺顯的道理來說一下呢 那我們來說 周休二日我們要去釣魚 我們不會釣魚 是不是凡事遇則利不遇則費嘛 所以我們就買一本書來看 這本書告訴我們 在什麼時候 什麼季節 什麼地方 用什麼方法 可以釣到什麼魚 那各位想想 周休二日 禮拜五晚上 今天晚上 明天要去釣魚 已經看一個禮拜了 要不要打個電話給作者 希望能夠獲得作者的同意 因為我明天要去釣魚 請你能夠同意 沒有人做這種事 對不對 這不是著作權法要的 著作權法說 你買了那本書 你來看 你不可以去copy人家的文字 不可以去copy他的圖 不可以去copy他的照片 但是你看了這本書 你得到了釣魚的種種的知識 這個不是一個創作者 他在法律上 在著作權法所能夠保護到的 著作權法保護表達 保護他的文字 保護他的圖 保護他的照片 他的文字 他的圖 他的照片所傳達的概念 方法 他是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 所以 各位來自於學校 也許主管派你來 他就說 那你去上了這個一個下午 關於開放課程的心得 那你是不是要寫一個心得報告 那就拜託各位呢 不要找李教授 不要找周教授 也不要找我 因為 我們只是我們做了表達 各位從我們的表達當中呢 這個得到了概念 所以當你去寫你的心得報告的時候 不必再去找這三位教授呢 去取得授權 這就是 著作權法 保護表達不保護概念 當然 如果你的概念覺得是非常有價值 你希望能夠獲得法律保護 那我們得看看他能不能夠 跳過 跳過 專利的門檻 你去申請專利 那個 將來 你的專利 受到專利法的保護 你的文字表達去敘述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獲得專利的保護 到時候 人家要去實施那個方法的時候 他要 要取得專利全人的同意或授權 所以各位會知道 專利為什麼要審查 專利的期間為什麼要這麼短 因為他的壟斷性太強了 著作權只保護表達 不會保護概念 從這個方式來看 我們就可以知道 市面上呢 我就說 市面上也可以有幾本電子學概論 第一個作者 把電子學概論寫出來以後 是不是別人就不能寫電子學概論 不會 對不對 你只要沒有去copy 他的文字 縱使 說那是我老師學的電子學概論 不過呢 我覺得他的這個用詞太堅設 我呢 還會這個畫漫畫 還會畫圖表 讓他比較這個friendly一點 所以我寫另外一本電子學概論 我從我老師那裡得到的概念 我沒有用到我老師的文字 這個時候 我當然可以另外再去寫一本電子學概論 那同樣的 誰可以教電子學概論 很多老師問我說 那我用了這一本書 那我來上課 那我要不要取得作者的同意 我說應該不會吧 老師難道你上課的時候 是照本宣科嗎 是不是 欸我就碰到過 我唸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 他叫民法總哲 老先生 那他本來有自己的筆記 他上課的時候 他就開始唸筆記 那後來他這本筆記就出書了 那他上課的時候 他還是唸他的書 為什麼呢 當然書寫的最詳細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受不了了 不過通常來說 不會有一個老師上課呢 是照本宣科 是不是 所以你既然不是去宣讀他的文字 而是去傳達這本書 所要表達的那個概念 所以即使用了那本書呢 你是用了那本書裡面的概念去做傳達 所以他不會構成著作權的問題 因為著作權法保護表達 所以當然大家都要去買書 對不對 如果老師說 那這個書很貴 所以印一下給大家人手一份 這當然你用到人家的表達 你不是只有用概念而已 如果我們只是用概念 那他是不必經過同意或授權 這是著作權法 故意只保護表達 不保護概念 那著作權的內容 著作權法 在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裡面 說著作權呢 是指因著作完成 所生的著作人格權 跟著作財產權 什麼叫著作人格權呢 作者完成一個作品 他有權決定要不要發表 為什麼不要發表 因為也許涉及到別人的隱私 就學者來說 他也許覺得 再想想 這個會不會太草率 是不是要再去查證一下 再去補充一些資料 所以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他可以決定要發表 還是不要發表 第二個呢 著作人有享有姓名表示權 作者完成一個作品 他有權決定 在他的作品上面 要標示他的本名 筆名 甚至於不具名 那所以相對的 當我們在利用別人的作品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把他的名字呢 要把它列出來 這是某教授 在他的某一篇文章裡面的 這個內容 所以這是一個姓名表示權的問題 不具名當然也有意義 因為不具名 他可能是覺得 這個文章不想讓你因人肺炎 所以他把名字呢 就隱藏起來 這個議題 直接 比如說到底是要 繼續見何事 還是不要繼續見何事 這個議題是我們大家都要關切的 別管這個人是誰說的 是不是 所以這篇文章不具名 大家來看 看有道理沒道理 純粹從這篇文章去了解 而不要 因為這個人是誰來決定 我要不要念這篇文章 或者是預想 他是不是有什麼立場 有什麼偏見 那另外 禁止不當修改權 作者完成一個作品 他有權決定呢 你不可以任意的修改 而導致於他名譽上面受到損害 人家原來是喜劇 你把人家改成悲劇 人家原來是藝術品 是紅色的 你把人家改成這個白色的 這個完全呢 對整個的作品的內容呢 做了很大的改變 而影響到這個創作者 在他的作品上面的這些名譽 這是著作人格權 那有人稱為他是 所謂的統一性的保持權 這種著作人格權的特性是什麼呢 他不會因為這個創作者過世 或者是這個公司解散消滅 而受到影響 大家想想 李白寫了靜夜詩 床前明月光 於是地霜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李白過世了 他會不會這首詩變成杜甫的 不會是不是 那李白過世了他的內容 當然我們常常把他低頭思便當 對不對 但是那是細念之作 但是如果你在學術上面用的時候 你不可以更改他的任何的文字 因為一個字就是不行 就差很多對不對 推還是敲就差很多了 不會因為人過世了 或者是著作權 著作財產權沒有了 期間借滿了 而受到影響 所以著作人格權 他是永久的受到保護 而且他不可以讓語 而且他不可以繼承 那著作財產權 我們看到了 有很多的權能 重製權是最基本的 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 透過廣播電台 電視台 現場的一個播放 或者是透過機器 肢體去演出 或者把它放到網路上面去 或者是公開展示 改作翻譯 小說拍成電影 中文翻成英文 收錄到論文集裡面來 所以對我們開放課程來說 我們大概會集中在 重製權的問題 把人家的作品引用進來 然後如果你再把它放到網路上面去 你會涉及到公開傳輸的問題 如果你是翻譯 或者是把人家的內容 把它收編起來 去整理編排等等 這些呢 都原則上都是要經過同意 或者是授權 而他的權力期間 就有限制了 著作人終身加50年 這是基本原則 那除非有一些特別例外 比如說不知道是誰的 那你就沒辦法算終身加50年 所以就只能公開發表後50年 如果是機關 公司行號為著作人的 也是只有公開發表後50年 特定的作品 攝影 視聽 就是影片 錄音跟表演 也是終身加50年 而這50年的計算 是到50年屆滿 那一年的12月31號 這個是滿特別的規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很難確定知道 他是哪一天過世 對不對 除非你去申請死亡證明 太為難大家了 所以你只要知道 大約知道 他是哪一年過世 那麼那一年的最後 或哪一年發表 那一年的12月31號 在這以前 他都是受著作財產權的保護 利用 是要經過同意或授權的 因此 這是一個交換 一個創作者 他創作完成以後 我們法律給他保護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他應該要讓大家來自由利用 所以 如果我們去用一個 已經公開發表後50年的照片 已經年代久遠 不受著作全法保護 如果是文字的部分 著作人終身加50年 那麼期間借滿之後 任何人得自由利用 不過不要忘記了 著作人格權 這到底是誰的 內容呢 仍然不可以去做改變 這種作品呢 被稱為public domain 就是所謂的公共所有 那著作人是誰 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原則上 那 剛才說了 著作權法第十條說 著作人一著作完成時 享有著作權 不過 後面有但書 但本法令有規定 則從其規定 我們在看法律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但 但書的時候 就表示呢 要特別注意 它會是 哪一樣的情況呢 它會是雇用契約 這些員工 上班所完成的作品 或者是 出錢 委託外面的人 所完成的作品 或者是 所謂的推定著作人 這個條文 是所謂的職務著作 這個條文 讓大家參考就好 不要為難各位 是不是 我們把它簡單化 比如說 老師職務上完成的著作 到底誰是著作人 誰是著作財產權人呢 呃 著作全法第十一條說 受僱人 是著作人 那是他完成的 受僱人的僱主 他是著作財產權人 那也可以透過約定 如果透過約定 就有各種可能 老師可能透過約定呢 以學校來當著作人 來當著作財產權人 當然 既然是約定 就有各種的可能 也有可能 老師是著作人 老師也是著作財產權人 所以 當然我們就要問了 說 第一個 那到底是不是職務著作 老師們不必擔心 你發表的論文 原則上不是職務著作 它是什麼呢 它是資格著作 學校說 每人要發表論文才能續聘 學校說你必須是博士 你才能是助理教授 所以博士學位不會是學校的 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你的論文 除非 那是在學校的 職務上面 系統上面 一定要去發表論文 而且是因為 你的學校的 所交付的職務的時候 它才有可能 一般來說 它不會是 不過 我們在這裡 就要去問了 說那 誰 是開放課程的 那個課程的著作人 這個是必須要去思考的 那 是老師呢 還是學校 所以我們會建議呢 這個部分 可能在 它到底是不是職務著作 這是當然要先去思考的 不管是或不是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呢 對於開放課程的推動 那種權力義務的部分 其實在 學校跟老師之間 恐怕 必須要去做一個規範 如果不是 受雇人 如果不是內部的人員 而是外面 騙進來的 那麼它的法律關係 會是什麼呢 甚至於 縱使是 縱使是 老師跟學校之間 他也可以透過另外的合約 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種情況之下 實際完成者 法律規定 如果沒有特別約定 實際完成者的老師呢 他會是 著作人 也是著作財產權人 但是呢 出錢的學校 可以利用該著作 那 除非我們透過約定 如果是透過約定 就有各種的可能 也許學校 要以取得所有的權利 那麼老師 有時候我們認為 當然要讓老師出來 因為他是大師 所以著作人是大師 但是呢 權利呢 是要歸學校享有 或者有時候 因為著作人完成著作時 享有著作權 我怎麼知道 誰是權利人 是不是 因此著作權法說 沒關係 只要你在這個作品上面 不管是原件 還是發行的重置物上面 或者是 它沒有原件 沒有重置物 它純粹就是直接線上播出 好 那我們在線上播出的時候 我們用通常的方法 比如說你就給他打一個 是哪一位老師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推定 他就是著作人 那 這種推定 在發行的日期 地點 跟權利人 到底誰是權利人的推定呢 準用 因此我們就會建議大家呢 盡可能的 在相關的 這些 課程 去註明 誰是著作人 誰是著作財產權人 發行的日期地點 它會產生法令上推定的效果 別人的侵害 我們可以確認 我上面明明寫了這一堆人 你沒有授權 然後你還 你是顯然是有故意的 說你已經上面 甚至於連Email都有了 你不來聯繫 那你直接去利用 那這樣子 顯然在侵害的故意呢 是比較容易證明的 那 所以針對 我們開放課程的著作利用 我們 剛才讓各位看到 各位的資料袋裡面 也只有這兩 有這兩份 所以請大家呢 可以去做一些了解 那只是 特別提出幾個議題呢 讓各位來了解到 開放課程所面臨到的問題 原則上 利用別人的作品 是要經過同意或授權 著作權法另外有合理使用的空間 所以我們來看 著作權法說 著作財產權人 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利用的地域時間內容 利用方法 其他事項一當事人約定 著作財產權人 未必是著作人 是不是 一個著作人他完成作品以後 他也許把他的 著作財產權讓給了出版社 也許他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所完成 他是著作人 但是他的著作財產權是歸雇主 也許是因為透過出資聘人關係 那麼出錢的人 取得了著作財產權 實際的著作人他只是著作人 所以 既然是著作財產權的授權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而利用的這些範圍 是當事人之間約定 很重要的是 約定不明的部分 推定為為授權 沒講清楚的 等於沒有 因為這是為了要保護權利人 如果一個契約 或者一個授權文件 寫得不清不楚 我們就要認為是沒有 這也就是為什麼 一定要白紙黑字 授權並不一定要白紙黑字 授權只要我說好你同意 其實授權就成立了 為什麼要白紙黑字 是因為證明是不是空口無憑 而且常常是因為 我覺得這樣你覺得那樣 結果我們以為我們達成協議了 事實上是沒有的 所以白紙黑字 將來產生爭議的時候 第一個拿出來有證明 當時是有同意的 第二個 釐清爭議 當時白紙黑字是怎麼寫的 所以 不需要文件 可是我們鼓勵大家 建議大家用文件 因為約定不明 推定為未授權 這個授權 先前的授權 不會因為著作財產權 後來把權力讓出去 或再為授權而受到影響 這是為了要求授權的穩定 去年他授權給我 今年他把權力讓給別人 那我還能不能用呢 法律說沒關係 他怎麼弄 怎麼讓 怎麼授權 都不影響前面的這個授權 好 但是如果不是專屬授權 那麼被授權的人呢 沒有經過同意 不可以再轉授權 我授權給你 是我相信你可以把我的作品 做適當的使用 但是那個人 我不一定相信他 或者我對他不認識 所以如果你要把我授給你的權利 你再授權給他用 你得回過頭來呢 再來找我確認 是不是我同意 不過如果是專屬授權 所謂專屬授權呢 就是說 在專屬授權的情況之下 那個被授權人 他在授權的範圍內呢 他就等於是著作財產權人 他可以是行使權利 別人的侵害行為 他可以去訴訟 反而是這個著作財產權人 他在專屬授權範圍內呢 不得行使權利 所以到底是非專屬授權 還是專屬授權呢 他的法律效果 是有差別的 因此很多的老師就會問 說這個書商在他呢 這個賣書 他也特別提供給老師呢 這個PPT檔 寫錯了 PPT檔 那老師可不可以在上課 課堂上面使用呢 我們可以推定 這應該是同意的 老師上課 那為什麼要做PPT檔呢 當然就是要讓老師呢 可以在上課比較方便 那可不可以 複製給學生人手一份呢 沒說 沒說呢 約定不明的部分 推定為未授權 可不可以上傳教學平台 讓學生自由下載呢 上面有沒有說 如果有說可以 那就可以 如果沒說 我們要認為它是不明的 可不可以在開放課程當中使用呢 好像也沒說 那大家就會問 課堂上使用 那可以在教室上使用 為什麼不能在開放課程當中使用呢 剛才說的 課堂上的使用呢 播完就沒了 可是開放課程呢 播完以後還放在網路上 或者課堂上就只有在場的人可以看到 看完就沒有了 可是你放在網路上呢 只要能上網的 多少人呢 不知道 我們剛才看到一門課有十六萬人 所以到底是課堂裡的一百人 還是網路上的十六萬人呢 如果沒講清楚 我們會認為呢 你要推定它沒有經過授權 那開放性課程裡面 會用到別人的作品 透過授權來利用 是最安全的 可是它會碰到一個問題 因為授權成本很高 對不對 授權成本很高 它所謂的成本高 不是錢的問題 包括時間的問題 包括大家在那裡談 我懷疑你 你懷疑我 你會把我的東西怎麼樣 那我如果放上來會怎麼樣 所以 它是一個需要耗時間耗人力的 不只是錢的 所以在著作權法裡面 我們就說 如果可能 我們呢 也可以用 用合理使用 這樣一個機制 來解決開放課程 利用別人作品的一些問題 合理使用 是國際公約所承認的 它必須是在特定的情況之下 它不能夠跟著作正常利用相衝突 那它不可以不合理的損害著作人的法定利益 所以我們看有限的情況之下 跟那個作品原來的正常利用不可以相衝突 合理使用一定會對著作人的法定利益造成損害 但是呢 只要不是不合理 合理的損害著作人你要忍耐 因為著作權法從來不是保護著作權的 著作權法是要均衡各方利益 你有創作我們要保護 可是你不能全部壟斷 讓我們都不能接觸資訊 所以著作權法它的很重要的意義是要去均衡 權利人的權利 跟利用人利用作品接觸作品的一個公共利益 所以不合理的損害不可以 但是合理的損害沒關係 它是合理使用 我們看我們的著作權法 著作權著作的合理使用 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這是很清楚的 那但是著作權法在44條到第63條 我們規定了很多的合理使用情況 它說了到底是不是合理呢 要審酌一切情況 尤其應該要注意下列事項 包括利用的目的跟性質 你到底是為了商業目的還是非營利教育目的 你著作的性質 因為我們剛才談到 就是你對於那個著作的性質呢 你必須要關切 你利用多少值跟量 包括你利用別人多少的值跟量 包括你利用之後 在你整個著作所佔的值跟量的這個比例 到底如何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 利用的結果對於潛在市場跟現在價值的影響 我把它簡單的說 就是利用的結果會不會構成市場替代 會不會利用了以後 因為你的利用 大家就不必再去買它的東西 再去看它的東西 如果會 那要被認定是合理使用的門檻呢 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危險 那可是各位要知道 這裡面講審酌一切情狀 由因注意下列事項 他是說你要去想一想 在判斷它是不是合理使用 是要去想這件事情 他並沒有說商業目的就一定不是合理使用 只要非營利的教育目的呢 就是合理使用 並沒有這樣說 他只是說要去想一下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不要以為商業目的 就一定沒有合理使用的目的 哪一本論文集不是賣錢的 他當然是商業目的 但是只要是為了非營利的教育目的 就可以全部把別人的作品都拿來用嗎 顯然也不是 所以要關注這個部分 也要關注二三四所列的 那諸作權法曾經規定說 那到底這個範圍怎麼去認定 可不可以讓權利人團體跟利用人團體 大家來去協議 然後作為前面的判斷標準 在這個判斷過程當 協議過程當中呢 主管機關是不是可以來做一些協調諮詢 主管機關是在於是 所以你也認為 沒有人要去看 你也不想做一些協調諮詢 那你也看起來 你也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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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樣的大學用書要賣給誰 非營利的教育目的 是不是就可以把大學用書 就把它拿來用了 顯然不是 剛才講你要考量到 不可以對那個作品的正常使用產生影響 所以我們在使用合理使用 尤其是合理使用大學用書的時候 就要特別的節制 因為你不可以去影響到它的市場 那課堂上的合理使用 我們在寫這個指導原則的時候 其實我們強調一個部分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在談開放性課程 可是現在在實體上面的教室 實地教室上面的 其實有一些很多的利用 它未必是合理使用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錯誤 以為這些是所謂的合理使用的時候 很可能我們在開放性課程的 需要經過授權的這個認知呢 可能會錯誤的更嚴重 教室上可不可以播放這些影片呢 理論上來說是不可以的 那可以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片段是OK的 說我現在是為了要教情緒管理 所以我們去放了一部片子裡面 五分鐘那兩個人在辦公室 或者是在家庭裡面 產生衝突了 我們把它播放五分鐘 讓大家看一下 他們為什麼會產生衝突 後來是誰說了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才會把情緒放下來 然後去真正去解決的問題 我們來做討論 但是你不可以把人家整部片子 給人家播了 雖然我們在談某一個議題 國家地理雜誌有半小時 但是你把半小時通通都播了 那它的市場顯然是受到影響 我們不會認為這是一個合理使用 人手一份我們也不會認為 這是一個合理使用 因為它構成了市場的替代 那 著作全法第46條說 依法設立的各級學校 局局擔任教學之人 為了學校授課需要 在合理範圍內 可以重置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然後他又說 44條的但書呢 於前項準用之 所謂44條的但書就是 但書說 著作的種類用途 重置物的數量方法 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的利益者 不在此限 所以學校的老師在課堂上 你為了授課需要 你可以去複製別人 已經公開發表的作品 現在在課堂上 我們上自然課 告訴小朋友 木棉花開了 但是木棉花長的什麼樣子 所以呢 我到網路上抓一個 木棉花放在這裡 各位小朋友 這就是木棉花 所以長的這個樣子 在合理的範圍內 可以重置 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但是我們剛才說 不可以人手一份 是不是 因為數量太多了 那你的方法 只是撥完就沒有了 OK 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合理使用 可是開放課程 我們當然就要問 開放課程 是不是依法設立各級學校 及其擔任教學之人 如果它已經是一個產業 我成立一家公司 專門來做這些事情 它到底算不算 那 它是不是為學校授課需要 它是為了社會教育 終身學習 在職訓練 這個算不算是 學校的授課需要 那 剛才講了 在合理範圍內 可以重置 它並沒有說包括上網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重置 然後放在這裡 看完就沒有了 可是上網呢 上網是一堆人都可以看到 而且無限時間可以看到 所以它在合理使用的認定上面 當然很在乎的值跟量的問題 所以授權成本是很高的 我們剛才談過 它不利著作的利用 但是合理使用 它可以去促進著作的利用 但是它不能 它也不會 也不應該 不合理的對著作人的權利 造成一些損害 我們真正來說 在開放課程裡面 要談到合理使用 其實是52條的規定 為報導評論教學 在合理範圍內 得引用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它沒有說重置 它說得引用 範圍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充分的 來應用這個條文 得引用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然後63條說 引用以後 你還可以進一步的去翻譯 還可以進一步的去做散步 因為我引用的外文 可是我今天是一個中文的課程 我希望讓我的學生 或者是接受者 他能夠懂得他的語文 所以我把它翻譯了 那當然很重要的 要註明出處 要註明出處 但是各位要知道 合理使用一定要註明出處 如果合理使用不註明出處 雖然它還是合理使用 可是沒有註明出處這件事情 它是會有法律責任的 在著作權法裡面 構成合理使用 而沒有註明出處 不影響合理使用 但是沒有註明出處這件事情 因為涉及到 著作人格權的問題 它是會有法律責任的 反過來說 很多人在問 我已經註明出處了 是不是就是合理使用 我們說不是 因為必須在合理範圍內去引用 而不是用註明出處去取代 合理範圍內的引用 因此必須是先是合理使用 然後要註明出處 不會反過來說 只要註明出處就合理使用 不會 所以不能說我只要註明出處 我就用就是合理使用 其實不是 那合理使用 非常的不明確 其實主管機關 在剛才的著作權法的65條修正說 大家可以去協議 其實在90幾年 94年的時候 這是智慧財產局的一個罕見 智慧財產局呢 其實它想要去協助學校跟權利人團體 說校園內的一些引印書籍 它的合理使用到底是多少 那各位看到 但是因為參與的人呢 都認為 不要定 回歸合理使用 個案認定 為什麼不要定呢 因為權利人擔心 會不會協商以後 會這個 它的權利會消失掉 因為如果不協商 那我就看你用多少 我再來決定 要不要採取法律行動 利用人也擔心說 也許本來 有很大的合理使用空間 這一協商以後會縮小 所以我寧可不要協商 其實 當時我們的設計是認為說 協商出來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一定沒事 超過這個範圍有沒有事呢 再說 再去回到個案認定 因為如果太過分 那還是不行 如果雖然超過協議範圍 可是我們 從條文的適用來說 覺得它還算合理 它還是有合理使用的空間 不過 因為雙方都不太同意 所以就沒有成立 不過後來 其實 這是我在教育部的相關會議裡面 我所提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問題 恐怕還是要解決 還是需要去協商出來 可是呢 智慧財產局 就很努力的去 那 教育部代表說明 說這是要釐清 著作全法合理使用規定跟界限 不是說不付錢 我們的意思是說 你給我們一條線 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是合理使用 超過了以後 到底是不是 那麼再說 那這個教育部代表 當然就是我的意思 因為當年我在教育部服務 可是 學校的老師們 表示意見 他們認為 他們不想簽訂協議 要回歸個案去認定 那既然是這樣 主管機關就說 那我們就尊重大家的意見 我們就不再協商了 所以這件事情 也就一直 我們現在只能說 那現在只能個案認定 那 我也曾經在部裡面 我在教育部工作的時候 我也曾經跟部裡面建議 是不是各校 去成立所謂的授權中心 因為 如果我們是需要取得授權 那個授權成本太高了 那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 來協助老師們 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可期待 老師學生去跟權力人談 那 不過後來 教育部的決議是 那就 讓這個區域教學中心來負責吧 不過據我的了解 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 那 所以 前面談了這麼多以後 各位就會問 說 合理使用這麼的不明確 那 雖然著作全法去定了 說 為了教學的目的 在合理範圍內 可以引用 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著作全法第65條 也去定了 利用的目的 著作的性質 使用的質量 會不會構成市場替代 來做一些判斷的標準 但是 如果發生爭議的時候 到底怎麼辦呢 那 主管機關向來都說 發生爭議時 具體個案由法院自行認定 但是你不能讓我每次都去法院 是不是 到法院的時候 那已經是什麼時候了 那我常常就說 其實合理使用這件事情 是很容易處理的 因為孔子說了 孔子在沒有著作權法制以前 就已經 遇見 關於 合理使用的真實點 那孔子 他也非常有著作權概念 他說呢 合理使用者呢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各位知道這意思 什麼是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就是在合理範圍內 我們不允許權利人呢 去限制利用人的利用 我們利用人呢 是有這樣一個特權 即使你反對 我們也可以來做利用 問題是 那個範圍到底是多少 世界上任何一部著作權法 從來沒有辦法規定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說 其實非常容易 答案就在我們自己心中 角色互異答案就出來了 今天作為一個利用人 其實你今天去利用的結果 其實很簡單 開放課程 我們去利用別人的作品 你利用完以後 你是完成一個作品 那你對於別人 要如何來 合理使用你的開放課程 你會不會有意見 你不能說沒有意見 你說我是開放課程 哪有意見 你一定會有意見 為什麼 比如說我是做網站的人 我把所有的資料 放到我的著作權筆記上面來 我歡迎大家來跟我分享 可是如果你把我的東西轉貼到你的網站去 我可能就會有意見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大家到我這裡來看 那因為我是非營利的 可是各位知道 有時候在網路上面的很多非營利的東西 它是沒有向各位收錢 但是它從別的地方收錢 是不是 因為你看免費的 但是它每上來一個人 點選一次 看了以後旁邊有廣告 他就跟廣告商收錢 所以你不能夠說 這個 只要是我沒有盈利 我就可以自由的去利用 其實 但是反過來說 當我們今天完成一個作品 我們是權利人 所以我們會關注別人怎麼用我們的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判斷 它是不是合理使用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從 我作為一個利用人 我從權利人的角度來思考這件問題 我其實是知道的 同樣的 權利人 對於別人的利用 你要去主張權利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你都沒有用過別人的東西嗎 是不是 如果這樣一個利用行為 你認為不合理 你就去主張權利 那你以前所用的呢 合理嗎 所以 反過來說就是 角色護益呢 其實合理使用的機制 是很容易處理的 那因此 我們給各位的建議 開放性的課程 當然有合理使用的空間 但是 從著作權法的角度來說 必須是必要且合理的範圍內 必要 為了這一門課的說明解說的必要 而且是合理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自己做的東西多 引用的部分少 你的合理度會提高 合理使用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合理性的問題 我自己寫了這麼多 比如說我們看 我們寫論文的時候 我寫了兩萬字 去評論余大師的作品 余光宗余大師的心思 寫了兩百字 我寫了兩萬字 我自己的東西很多 而且既然是評論 當然要讓大家知道它是什麼 是不是 我的引用 但是你沒有自己的東西 你只是把余大師的心思 放在你的部落格上面 你沒有自己的東西 你當然不會構成合理使用 那合理使用 另外合理性 不要構成市場替代 你不要集中在同一個作者 同一本書 同一個雜誌社或出版社 你把它分散掉 另外住名處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就是其實 其實這個不是合理使用 而是什麼呢 合理使用是說 我用到它的表達 現在我沒有用它的表達 我是用它的概念 我看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我把這些資料 我把它吸收了 用我自己的文字 用我自己的圖 去把它呈現在我的作品 各位如果仔細的去看 國外的開放性課程 你會發現有很多呢 都是教學者自己的東西 他把別人的東西吸收之後 然後用自己的PowerPoint 用自己的圖呢 去把它展現出來 那最近我們這麼說 關於現行法的這個教學的合理使用 其實主要是以教室現場 那智慧局呢 最近也在修著作權法 最近已經到了合理使用條款 那我也曾經跟教育部來溝通 智慧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跟教育部溝通 那這個溝通 是需要時間的 比如說教育部認為呢 就是同步教學 智慧局認為同步教學為主 現場為主 我們教育部認為不是 現在的遠距課程呢 都是非同步為主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要針對我們現在的這個需求 去調整著作權法的規定 不過坦白說 我們要了解 著作權法是要去均衡著作權人 跟利用人的這個利益 因此如果 我們常常在問 說這種開放性課程 你把它放到網路上 這個根據做一個DVD 做一個錄影帶有什麼不一樣 它跟課堂上播完就沒有 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在合理使用的這一塊呢 坦白說 要非常的節制 所以 著作權法 對開放課程來說 有合理使用的空間 但是 其實 我們認為 做最低度的這種使用呢 其實會是比較安全的 著作完成就是取得著著作權 著作權法保護表達 不保護概念 那開放課程當中 我們要去弄清楚 權利義務的歸屬 在著作權法來說 授權利用是原則 合理使用是例外 那如果 授權不明 我們推定為未授權 而在 角色護益呢 在認定合理使用呢 其實角色護益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判斷 判斷原則 那 剛才說的 我用別人的表達 得到的概念 再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做表達 用這種自行創作 其實是開放課程裡面 最安全自由的保證 那因為時間的因素呢 我常常說 老師再會講 不能準時呢 也是不行的 所以時間到了 我就結束了 謝謝各位 謝謝